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就是一个就是这种土色系 也非常适合我这种吃土女孩的色系 这件衣服呢也来自于我自己关注了挺久 然后我觉得品牌调性跟我个人风格还是很符合的 总体风格还是比较简约有一些小设计感的这种风格 我觉得这种色系呢也是我本人最喜欢最擅长 衣柜里最多的一个色系 这件衬衬它是一个这种圆领的领口嘛 最喜欢的就是它就胸前这边的这个褶皱的设计 然后后背呢也是这个设计 它整体面料是比较硬比较挺的 然后它这个面料的这个质感呢 上面细看是有一点点这种网格状的 我觉得它扣子部分也设计的很简洁 就是上面只有一颗扣子是露在外面的 下面的扣子都是藏在里面的 然后用的也是这种大号的背母扣 这件衬衬衬它板鞋呢就是比较宽松比较A字的 由于它这个面料比较厚嘛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方便就塞在你的下装 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宽松的上衣 下面就可以搭配一些短裙啊 或者一些紧身的牛仔裤 我就把它当一个宽宽松松的一个罩衫来穿 下面这件毛衣呢 哇我觉得它这个配色真的是超级适合春天 清明节出去玩去热和谷玩的时候 穿这件毛衣拍照 我觉得这个毛衣真的非常上进 它是来自江南布衣的 然后江南布衣这个品牌呢 也是属于我自己其实一直还挺喜欢的 但是属于我每次都会逛 但是并不是每次都有收获的那种店 它本身就是织的比较松的 然后它这个材质呢也会比较的透 它是有含麻海毛的成分嘛 所以看上去是这种毛肤肤的感觉 我觉得它贴身穿还是有点渣的 里面最好搭一些衬衫搭一些长袖 我觉得你里面搭衬衫就可以尽量选择 这上面有的这个颜色 就尽量选择这种淡粉色啊 或者这个浅绿色 搭在里面会有一种跟这个毛衣是一体的感觉 这个毛衣它由于是这种比较宽松的嘛 我觉得里面你在选内搭的时候 也尽量选择那种比较柔软比较垂瑞的质地 这个配色真的很好看 虽然有句俗话叫红配绿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红配绿配的一点都不突 就是那种很春天的一个翠绿 然后这个渐变这个过度的也很好看 这次下面有搭了一条粉色的一个烟管裤 这也是我最近整理衣柜的时候发现的一件沧海遗珠 就我已经忘记我这么一条裤子了 就刚好跟这个颜色就是很配 就是一套比较顺色系的一个搭配 下面这两件衣服呢虽然是来自两个品牌 但是想放在一起跟大家讲 因为我觉得这两件风格真的很像 就是一个是这个卡其色 一个是这个白色的 我当时在网上看到它们第一眼 都觉得非常有lemer的风格 首先来讲这件吧 这件这个卡其色 这个卡其色呢它是有点偏粉的一个卡其色 比如像我身上这个卡其色就是会更土更黄一点 我个人觉得这个偏粉的这个卡其色会显得更高级 然后更不挑肤色一点 我身上这件的话可能黄皮会不太友好 它的面料呢是带有一点那种水洗的质感的 就是有一点微皱的一个纹理感 摸上去也很舒服 就是棉的那种手感 但是我觉得看上去也是很有质感的 然后它呢是一个小立领的一个设计 立领也不会说太高 我觉得穿的时候你既可以把它当立领 也可以把它这个这样翻下来 当就普通的这种翻领来穿 它既可以当一个那种薄的短款风衣外套来穿 因为它确实挺薄的是个单层的 就是那种衬衫的那种厚薄 我觉得也可以就直接当一个小衬衫来穿 然后中间呢是一个细带的一个设计 然后袖口这边呢有一点点灯笼袖的感觉 不过就是它这个扣子 就是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我就是扯的时候没注意 这边就差点都要掉了这颗扣子 这边的话呢应该也是某宝上面的一个原创设计师品牌吧 它的名字比较难念 我觉得他们整体lookbook的拍摄风格 会有一点点日系的感觉 也是很干净很简约的 然后有些款式的话会更加少女一点 然后我觉得这个品牌的话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下面这一件白色的这个衬衫 长款衬衫衬衫连衣裙 我觉得跟刚刚那一件粉卡奇的那个小外套的话 它在设计上面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都是这种褶皱的设计 然后袖口呢都是这种就是收紧的 然后有点灯笼袖的一个感觉 我自己最近就比较喜欢这种带褶皱的一个元素 然后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扩形比较砰的这种上衣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几件衣服就刚好长在我的审美上 它比刚刚那个小外套它面料会更厚一点 但是它们的那个质感看上去都是很像的 都是有这种水洗过的这种 有点褶皱的这种纹理感 当然我觉得这种本身比较扩形 再加上面料也比较厚的这种衬衫 穿在身上肯定是会比较容易显得上半身比较厚的 可以把它单独当一个衬衫裙来穿 也可以当一个那种红衣外套 自己可以外面系一根皮带 然后我昨天试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透的 所以我在下面还是搭配了一个紧身的牛仔裤 我觉得这种连衣裙搭配紧身牛仔裤的这个组合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日系的一个穿法 就是经常可以在那种日式街拍图里面看到的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这一套搭下来的这种比例感 这条印花的牛仔的半裙 然后这件半裙呢 它是来自于一个设计师的一个集合点 它们这个品牌还是挺有意思的 它们就是没有固定的风格 它们是会跟一些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设计师 一起合作一些限量的单品 就比如说我这一个系列 就是这个牛仔印花这个系列 这个设计师呢 它是以前有在纪凡西任职过高级设计师 然后它自己的个人品牌呢 也有很多明星就穿过 比如说蔡许坤啊 金智秀啊 还有Bella Hedit 比较喜欢的点 就是它这个牛仔印花的这个图案 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拼接的这个钉子的设计 我觉得就是一个又酷又甜的一个单品 就是把复古感 还有一些街头潮流感融合的很好的一个单品 然后它这个牛仔的这个蓝色呢 我觉得也是会比较有时尚感的一个蓝色 我这次呢 有用它搭配就是比较同色系的一个蓝色的一个针织上衣 我觉得除了就是搭配一些同色的 就是所谓的Denim on Denim 同一个色系里面的一些牛仔色 比如说深色牛仔啊 或者一些就比如说比较发白的那种浅色牛仔 也可以搭配就是最基础的白色或者鸵色系 这条裙子它本身就还比较就足够吸睛了 所以我觉得搭配它的其他单品 都可以尽量选择一些比较偏基础款的单品 下面呢还是一件衬衫 我在春夏真的超级超级爱买衬衫 我就前段时间在整理完我的衣帽间之后 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衬衫控 就我的衬衫的比例啊 真的是占据了我衣柜里的半体江山 但是我还是在切而不舍的买衬衫 这件衬衫呢也是某宝上面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我跟这个品牌的渊源 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 因为这个品牌是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关注的 但是这次是第一次买 穿在身上就非常宽松 非常扩形感的一个衬衫 我甚至都怀疑我买的不是最小嘛 但它确实就是一个很宽松的一个版型 然后这个衬衫我最最最喜欢它的一点呢 是它领口部分的这个解构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领口这个立领的地方跟它的下面这边是分开的 最好看的呢就是你把它领口这边这颗金色的扣子系起来 然后下面这边就稍微翻开 还会有一点点漏幅度 这样就可以强调出它这个就非常解构感的这个领口的设计 它袖管这边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有点灯笼袖感觉的一个扩形 然后我觉得它就袖口这个白色的拼接也很好看 它整体的配色上面呢也有一点点那种复古学院风 这一套搭配的这双银色的玛丽针鞋呢 上期是不是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期再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一双呢也是咱们国内的品牌 它叫Simple Rainbow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嘛 但是那天就是从好像武康奥那边经过的时候 有发现它们有实体店 然后这家的话它就是那种非常法式简约风的这种玛丽针鞋啊 或者那种芭蕾舞鞋或者那种单鞋 就是感觉都是很软很好穿 然后很百搭的那种类型 它们家这个玛丽针鞋的这个配色 真的是丰富到你很难抉择 因为我今年还挺想要一点这种有点金属色 或者稍微有点金属光泽的这种单鞋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一双这个银色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银色真的非常的好搭配 就我最近就用它做了很多搭配 就发现它搭配很多那种五颜六色的颜色都不会有违和感 然后这双鞋呢也很软很好走路 它鞋扣这边呢有一个这种银色的这个水钻 我觉得这双鞋呢还是很推荐 以上呢就是一些国户或者某宝上面的一些品牌 接下来呢是一些别的品牌的分享 第一件呢是这个Petite Studio 对这个品牌也是一个老朋友 这件小上衣的风格呢就跟刚刚前面风格不太一样 是一个比较偏女人味比较可爱 然后比较甜美这种类型的 它就有很多这种褶皱的松紧的设计 我觉得它上身的话还是非常显瘦的 就是非常能够勾勒出这个女性的曲线 我这次呢也是搭配了一个同色系的一个 深蓝色的一个半裙 我觉得就是上下身的话 都是一个比较偏女人的一个感觉 跟大家分享一条牛仔裤 我这些年来这一两年来 确实是牛仔裤买的很少穿的也很少 因为你其他的裤子穿多了 特别是去年一年这种宅家运动休闲风比较流行嘛 那种运动卫裤穿多了之后 真的觉得穿牛仔裤 真的不是特别的舒服 但是今年呢 因为最近有入手一个这个小包包 它刚好是这种牛仔配色的 所以呢为了搭配它 最近又有点想穿牛仔的单品了 然后这条裤子这个品牌呢 我以前也有买过 我觉得他们家的裤型做的还挺不错的 就是那个Agold 是这样的吧 这条裤子收到之后 我上身的第一感觉就是 怎么跟我看的模特服完全不一样呢 因为模特穿它 确实是一个高19分裤的一个效果 但是到我身上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长裤 但是试穿了半天之后 我觉得这个裤型这个长度 我觉得还是爱了 因为它这个裤脚的这个收口呢 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奶奶风牛仔裤啊 或者那种男友风牛仔裤 是那种比较收口的一个款式 它呢就是一个比较上直下直的 但它又不是那种裤脚特别大 那种喇叭牛仔裤那种感觉 这个裤子 我觉得它这个裤型 还有这个裤脚大小 还有这个长度 穿在身上就是一个字刚刚好 我觉得它这个水洗的 这个颜色也很正 就是那种刚刚好的一个美式休闲复古风 就这条裤子穿在身上之后 你就会很想照搬老友记里面 Rachel她的穿衣风格 我觉得它这个长度呢 也是既没有拖地又没有九分 就是刚刚好到脚踝 我觉得搭配就是很多类型的鞋子 都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 比如说搭配一些穆勒鞋啊 凉拖鞋啊 乐福鞋啊 或者搭配一些那种 就是Burken style 就是那种拖鞋 我觉得这条裤子都是很合适的 最近用它做的两个搭配 都是那种比较偏富古风的 上面都是搭配的马甲 这条裤子它的尺码 这个品牌它尺码会比较偏大 这条我买的是23码 是刚好的 但是我平时穿其他品牌的牛仔裤 一般都是穿24码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单品 那今天分享的所有单品里面 你们最喜欢哪一件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OK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